郭总监 你可以当我男朋友吗 喂 依依 我马上过去 都这么晚了 就不能不出去吗 我出去还不是为了工作吗 莫凡凡 你又要干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冷战啊 你有什么事你不能说嘛 我说了你就会听嘛 我说话不要再为了别人冷落我 可是你不还是抛下我离开了吗 凡凡 我也是有苦衷的 你的理由我已经听烂了 凡凡 你怎么来了 我跟北游吵架了 来这里住一晚 那你快进来 就说那个渣男靠不住 我闺蜜 来住一晚 进来啊 你男朋友也在啊 对啊 他特地休年假来看我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那你怎么办啊 没事 我有办法 看起来不太安全 喂 三饭 妈 我现在 太晚了 出什么事了 我 我没事 就是想你了 给你打个电话 妈妈也想你 最近怎么样啊 最近挺好的 家里空调可暖和了 晚上还跟 还跟男朋友吃了大餐呢 那就好 你们两个在外地能互相照应 我也放心 嗯 妈妈拜拜 拜拜 好 我处处一乡 除了陆北游 我居然什么依靠都没有 还有个一种余生的自己 小布点 我给你打这么多电话 你怎么的心啊 我觉得没什么好接待 一一的事我可以解释啊 我们两个人之间 根本就不是一一的问题 而是你给我的失望太多了 解释也没什么必要了 小西辰 辛苦了 烦了 你这是 我 你才下班回家呀 对啊 工资人都走光了 我也得赶紧回家了 那你快回去吧 你也早点回家 哦 回家 我是对现在的经济来说 家才是那个回不去的地方 谁 有人吗 谁在哪 陆北游 小布点 有我在 你别怕 不 北游 你更爱干什么 我想跟你解释清楚 我 陆北游 从家到公司的这段 很让我意识到 自从跟你谈恋爱之后 我好像除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们更应该和好啊 不是吗 如果是以前 我会毫不犹豫的相信你 可是现在 我不知道这份感情是否还值得 你回去吧 我不走 如果你不回去 那我就在这里陪你 随便你 我 不再是你生命的一束光 你会靠在另一个街 为什么每次当我下定决心 离开你的时候 你就会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 让你摇在我的地上 不算你再漫长 别回头忘记 忘了忘忘了忘忘了 我今天不过来 我就会帮你 我今天就会帮你